那最後的話 我的那個 程式 我剛剛寫好的程式 一樣有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自己找一下 基本上會是在第幾頁 第十頁的地方 第十一頁 OK 你們可以看 主要就是那個加一個續成衣跟那個 放的坐標改一下 至於說 回去如果假設有各位有時間 你說練完之後發現好像OK的話 那你們可以再延伸 其實這個還蠻多延伸的 比如可以兩個你不過癮可以畫三個 三個不過癮 可以畫四個 甚至畫五個都可以 整個把它放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你可以放 放滿 有沒有 感覺就其實跟那個Power BI裡面的那個 Dashboard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了 有沒有 那當然這個地方 其實如果你這個會啊 第三欄 四欄 五欄應該也都沒問題 OK 所以 這個的話 回去可能還是要多多實作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覺得還有時間 甚至你可以抓別的資料 然後再去畫圖 所以這個範例主要就是說 我們利用那個 簡單的爬蟲 用Credit Table 把資料先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再 利用那個這個繪圖的方式 折線圖的方式 把它呈現出來 那原來可能只放在 左邊右邊 同一個工作表 感覺好像 不太 空間不太夠啦 而且擠在一起感覺 不太好呈現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又多講了一個 跨工作表 的這樣的呈現方式 那關鍵的地方 就是 要多了解一個物件 叫做SHITS OK 所以SHITS的話呢 主要就是 用來 辨識說 你現在 的資料 在哪個工作表 所以其實我們是在 SETS SourceData前面 再加上一個什麼 工作表名稱 那我是SHITS的瓜糊一啦 不過特別說我是放第一個 如果你的順序跟我不一樣 你不要 照抄 如果說你假設順序 你不一定要說 你也可以用名稱 一一的話可以改成那個 那個名稱 拿一個工作表名稱 也是 OK的 這個可能其實蠻花時間要練習的 所以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是 把那個外匯的部分 大概講一下 當然這個範例其實還沒結束啦 因為 在第三個單元還會遇到 不過第三個單元 那又 更加的困難 為什麼 因為 他其實又多增加了網頁裡面的條件搜尋 有沒有 你只有兩個月怎麼會夠用 所以如果你要 兩年 甚至 10年的歷史資料 有沒有 怎麼樣把那個 網頁裡面的資料 通通把它撈下來 那這個難度又更高 那個是牽涉到 HTML 的資料 只會把它抓取下 而且還 牽涉到那個 下條件 有沒有 你會發現 你下了條件之後按下送出按下按鈕 有沒有 那你要怎麼樣讓那個網頁 他按下按鈕之後 去執行 參數的傳遞 然後給那個 SERVER SERVER會知道說 你要什麼資料 再把那個資料丟回來 哇 變成你要跟 那個網頁的SERVER 做一個互動 那這其實是有點難 但我會跟各位講 比較簡單的訣竅 等於是說 網頁 其實水蠻深的啦 因為網頁上面的 各種形式 千奇百怪 那你要怎麼樣能夠 見招拆招 看到資料就可以自動取出來 哇 那這樣以後呢 就可以隨心所欲 很多東西就不需要在每天在那邊Ctrl C Ctrl V 了 看到資料就取不下來 這種困擾 OK 好啦那 時間也差不多了 所以 因為今天前面好像因為剛剛電腦的關係啦 所以我們換到這一間 禮拜應該下個禮拜應該會換回去吧 OK 一樣我會把那個影片 再把它轉導 放在那個YouTube論壇裡面 所以回去 請各位還是花一點時間 實作看 如果今天你覺得非常不熟的話 表示你前面應該沒複習 因為我看一下觀看次數好像沒有 很認真的感覺啦 OK 反正回去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沒有 了 我們來 hacemos 不算有 谢谢大家